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你怎么来了 我来看看你 走 那以前哪 我太把自己的面子当回事 让你说了不成委屈啊 对不起啊 来 走 来 给你喂 爸 别这么说 没有的事 我呢 看什么 只要是你做的 都觉得不对 一直在打压你 其实现在想一想 你一个毕业还不到一年的孩子 能把自己的事情 折腾到这个样子 那真的是不容易 你 换做我啊 没那个本事 爸 其实你说得对 我这算什么本事呀 我这就是瞎折腾 我跟你说啊 深正不怕影子邪 这一次腾达的事情 我相信你 哎 哎 哎 叫你呢 啊 你就是调查姚佳人 绯闻事件的 那个老冯吧 我记得你 你就是那个 整天跟在楚云飞屁股厚头 却为白日梦鸣不平那个 记性不错 今天我找你来呢 有个事 楚云飞花多少钱雇的你 我愿意出双倍的价钱 顾你重新调查腾达泄密事件 怎么着 想给白日梦鸣不平 准确来说应该是 还白日梦一个清白 姑娘 我干这行十几年 从来没有冤枉过一个好人 从小到大 有人质疑过我的颜值 有人质疑过我的智商 但从来没有人质疑过我的专业水准 你不会是怕了吧 怕 我怕什么呀 你怕你自己调查错误 让你为什么不肯接我的委托 重新再调查一遍 想当年 你妈妈也做过小生意 那就一个诸多不顺 被骗过 伤心过 气馁过 但是 她从来没有想到过放弃 你还真别说 你身上这一点 跟你妈妈真的像 身上有一股不服输的酱 你一定要振作起来 你妈妈天上有枝 她会以你为荣的 我认识白日梦王老板 她是一个创业者 一心卷干出一番事业 她本来完全可以凭遥不可及 大红大紫的 她为什么要自毁虔诚啊 虽然你有证据在手 但是她不合情理啊 如果你不把她调查清楚的话 她将是你职业生涯中 不可磨灭的污点 我们下定了 你怎么回来了 恐怕跟小宝跟我说 你沉迷游戏我还不信呢 看看是真的吧 你觉不觉得 人生其实挺可笑的 什么意思 如果我当初没有创业的执念 可能我们也就不会分手 不过现在说这个也没什么意思啊 没意思 郑谦如果你以前是现在这个样子的话 我根本不会喜欢你 我以前喜欢你是因为你一腔热血 不管别人怎么说 你都可以披荆斩棘地坚持 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你能不能振作一点 不要让爱你的人失望行吗 我的意思是说 郑叔叔和我妈都很担心你 你呢 我也希望你能振作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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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我们现在是分手 但是我希望我以后回忆起来 这段感情的时候 我可以特别坦率地说 我曾经爱过的是一个 顶天立地的男子汉 而不是一个一遇到挫折 就只知道躲起来 做缩头乌归的胆小鬼 因为有你越是受挫越无悔 白人梦不是白做 是让梦实现一回 这成长别太长跪 这是郑叔叔和我妈让我带给你 你们有六十块 是他们的养老钱 他们希望你能把债还了 然后从头再来 好吗 出去 青春因为早味 才那么珍贵 因为有你越是受挫越无悔 你告诉爸爸 两年 两年内我一定把钱还给他们 让梦实现一回 这成长别太常规 我要成就感到滋味 青春 青春 是青春不是你想象的那样的青春 是才是勾引我的青春 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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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春 青春 我错了 我错了 我大错特错 你原谅我这次好不好 来来来来 打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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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 青春 原谅 杨春光 你还真说得出口啊 青春 我真的很爱你 我不能没有你啊 青青 人的一生那么长 他难免会犯你的小错误 但是 这夫妻之间不就是应该相互扶起 杨春光 让我和你之间最后一点情分 也焉消云散 青青 我发誓 我为了我一生的时间去补偿你的 青青 人们都说 人们都说 心爱的人在一起 会让彼此越来越好 可是我和你在一起 我渐渐失去了自己 你不希望我越来越好 你只希望我成为你的富佑 你不断汲取我的养分 让自己越长越茂盛 至于我过得好不好 你根本就不在乎 你这种人 真的让我觉得非常恶心 没有啊 西西 西西 西西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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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段时间呢让大家担心了 虽然每天吃吃喝喝玩玩睡一睡 真的很爽 但是我觉得我还是适合当一个 撸起袖子加油干的创业狗 所以我宣布 本人从既日起正式回归白日梦工作室 热烈欢迎老舟头回归指导工作 你回来了我们就有股心股啊 工作室成立到现在 我也没少带你们走弯路 怪我吧 你说什么呢 兄弟嘛 就是要有难同当 有福同享 那行 既然这样的话 那咱们就齐心协力 撸起袖子干 我就不信没有咱们踢不出的路 对 齐心协力一起干 一起干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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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妈 没有 妈 最近真的没时间 现在海鲜市场不景气 是 小宝 你们家海鲜还没卖出去啊 我看啊 咱这白日梦干脆就卖海鲜得了 反正那些工作室的钱 当初也是卖海鲜抵回来的 是不是 没有人家海鲜 没事 谁啊 来了 雨昕 你怎么来了 这么早 你是出什么事了吗 我就是睡不着觉 想来看看大家 忘了大家这个点还没起 打扰了 没 不打扰 赶紧进来 来来来 进进进 箱子用 大家还没吃早餐的吧 对 或者我和天下做了早饭吧 好啊 好久没吃你做的早饭了 特别想吃 那个 我先帮你把行李给送上去 好 来 爸 妈 这边 来 爸 咱们这边啊 佳佳 终于来了 佳佳 想死我了 快让妈妈好好看看 又瘦了 哪有 人家还胖了呢 你看你这下巴尖了 这穷得买不起裤子呀 你一开始就都是动 爸 这个本来就是这样的 这是设计 对 你懂什么 这是乞丐裤 这是时尚 好 行了 爸妈咱不说了 司机都在外面等很久了 咱们上个车再说啊 希希 要不我来吧 你这刚来就让你做早餐 有点不太好意思 没事 这一大清早就来打扰你们 我要是不做点什么 我心里真的过意不去 你说要是每天都能吃到 你做的早餐 都好 希希 我不是那个意思啊 你别误会 我就只是单纯地想吃你做的早餐 小宝 你过来帮我一下 帮我把这个点心摆个盘 好 来 等一下啊 这个是你的 我记得你吃鸡蛋增来加糖 莫玲妈把吃也喝一碗 希希 你坐吧 我来 好 什么味道这么香 就你鼻子流 希希 过来看看你们 快坐下 给你吃一分秒 真香 好 加油 加油 我 能搬回来住吗 好 我准备和杨晨光离婚了 离婚 怎么回事啊 你们不是才刚结婚吗 她不是已经改好了吗 她不又出轨了吧 好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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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撬我干什么 没 没问题 白日梦永远是你的家 你可以随时回来 谢谢 那 你想想要做什么 我准备找工作 自力更生 有想过 找什么样的工作吗 还没呢 我脱离社会太久了 一下子也找不到 合适的工作 你应该也知道 白日梦现在成为了行业毒药 没人愿意跟我们合作 不过我耗杂小小宝 另找了一条出路 就是漫漫水场 要不你先跟着我们一起干吧 我可以吗 别因为我 偷了你们的后腿 我们也都是在摸索 大家一起努力嘛 好 小宝 还不快去给希希收拾房间 李福 收拾房间啊 小宝 我跟你一起去 游戏 绝对游戏 喂 你好 请问是景瑞海鲜酒楼吗 您这边需要水产供应吗 喂 喂 喂 老板 我们的海鲜品种齐全 保证新鲜 而且都是产地直销 没有中间商转差价的 老板 你要是改变厨艺了的话 你就打名片上电话联系我们 我一定给你一个很好的价格 好 行行行行 知道了 别的 走了 走了 走吧 走 摹冰了 谢谢 您好 请问是华海万人酒店吗 我不是要订台 那个我是白人梦水厂公司的员工 请问你们酒店需要水厂供应吗 好 谢谢 来 爸妈 这边 好 老程 我来给你介绍一下 这位是程总 这个是我妈妈 这是我爸爸 你们好 你好 你好 来 快请坐 请坐 来 来 来 坐 好好好 好好好 一路辛苦了 今天知道你们二位过来的 我特地准备了这一桌菜 希望能合二位的口味 谢谢 谢谢 来 上菜吧 好的 这还没点菜怎么就上 妈 这都是厨师给配菜的 不用点啊 这女人吃莲藕最好啊 知道吗 知道吗 那是 好 出言了 这个拿下去吧 我这在家里不吃粉丝的 什么意思啊 让你见笑了啊 我们家老姚就这样 这我在家一做一次 他就说笑粉丝 好好好 他不爱吃 来 我尝尝 来 来 多吃多吃多吃 好好好 那一会儿我好大的 妈 人家请你吃饭怎么要求那么多 不是 真是不好意思啊 不知道二位的口味 一会儿我让服务员上寄到 秦淡一阵的菜 好 好 难道不用 这么多呢 那个 赶快吃吧 是晚上我回去睡一觉 这飞机给我坐得累死了 是啊是啊 这一路真是太辛苦了 这样啊 我擅自主张啊 这佳佳呢 她住的地方比较小 要是挤你们三个人的话 可能会觉得比较挤 这间酒店就是我开的 时常给我留一间 总统套房 反正我也不住 如果二位不嫌疾的话 今天就住这儿 可以吗 你 你是我们家家 这什么人啊 我们就是 又给我们接风 然后又给我们安排住宿的 这多好意思 都应该的嘛 我跟佳佳是好朋友 这只不过是居首之劳 来来来 吃菜吃菜 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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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家海仙真的别别别别 别跟我说 这样特别 别跟我说 别跟我说 不是 这样 您留一张我的名片给你们经理 万一以后有什么需要的话 没有需要啊 没有需要 也不看看我们这什么地方 你当时这边小饭馆啊 随便来跟人推荐点什么东西 我们就买 赶紧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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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意思 您好 您所拨打的号码是空号 请和最后再拨 空号 空号 谁啊 谁啊 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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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老安 我程鑫 我爸总统套劲贼了 他泡澡呢 赶紧泡人过来 喂 老安 我程鑫 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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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处 好处 这儿这儿这儿 什么这儿 一蝦哥啊 你逍遥的 你逍遥的 你逍遥 这儿怎么回事 还有粉果 干吗 抓着 怎么抓人啊 我们是潮口的客人吗 为什么抓人啊 客人 是啊 我怎么不认识你吗 我们是姚嘉然的父母 你放开我 小诚啊 你看 你也别害怕 你叔叔头没什么大事 叔叔阿姨 今天的这个事情啊 是个误会 你们别往心里去 喝点水压压惊 好 挺厉害啊你 陈欣 我爸妈他们 小家人 借着我爸往上爬的感觉怎么样啊 很好吧 你现在倒是混得如鱼得水啊 但是我告诉你 我不管你现在怎么样 这个地儿姓程 我爸除了允许我和他进出这个地儿之外 从来没有带过任何人来这儿 不是什么阿猫阿狗都能来的 今天倒是巧了 我来这儿找我爸 一进门却发现被你们家就占却查了 真把自己当主人了是吧 姚先生你到底是给我爸下了什么药啊 他是疯了吧他 陈欣你可以不尊重我 但老陈是你爸 你好歹尊重一下他吧 我尊不尊重我爸 那是我们家的事用不着你管 是 老陈是你爸 但是他也是我的朋友 我维护我自己的朋友 那跟你也没什么关系吧 你还有理啊你 真是不害臊啊 好 喝点水 好 谢谢 谢谢 我把咱们跑过的所有的菜市场 还有饭店全列出来了 一共三十家 只有六家肯跟咱们 合作 主要是全都是小味买卖 走不了多大量 你们已经很厉害了 我今天打了一天电话 一单也没有接到 希希 万事开头难 我们也就是误打误撞 才有好运气的 还要说 人家小宝父母是专业卖海产的 都卖不出去 就咱们这样的 能想吗 现在还是第一天 下结论会面太早了 明天我们继续去跑 肯定会有收获的 那我明天接着打电话 本市打完的 我就打临时 辛苦了 来 继续 妈 你别难过了 陈寅她是骗你的 她怎么可能会给你下药呢 这给你妈下了 血压都升高了 这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的 你看你爸这头 那就是那丫头给砸的 她有什么不敢干的 她万一给我下药了呢 不行 我得上医院去 妈 你真不用去 佳佳呀 你太善良了 你看谁都像好人 妈妈就是特别担心你这样 会被人欺负的 我知道 我知道 我都知道 我知道你担心我 但是不会的 不会有人欺负我 放心吧 你干什么去 我给程兴打电话 她太不像话了 让她回来给你父母道歉 你别 你别打 你 你别打了 程兴现在正在气头上 你要这个时候打过去 你们俩的关系 岂不是更差了吗 再说了 我也不希望你们再因为我的事情 起任何冲突 干吗呢 你吓我一跳 我忙着呢 别闹了 忙什么呢 在网上找找喜剧电影 整理一下给希希 怎么了 她不甘心啊 我刚刚在她那儿 看到她自己一个人在房间里哭了 莫小哥 你是不是傻呀你 你不一直都觉得我傻吗 做人要凭良心啊 我只是偶尔 现在不是说这个的时候 你知不知道这是你 趁虚愿入了大好时期啊 关心她 打下她 结束单身就这么简单啊 你怎么这么小人啊 现在不行 现在希希还有老公呢 她如果现在单身 我肯定奋起直追 行 我多管闲事了呗 那我也不耽误你当君子了 反正呢 希希现在已经动我离婚的心了 离你奋起直追的日子 不远了 知道吗 我真的特别纠结 我也不知道 我应该盼着她离婚 还是不应该盼着她离婚 不用纠结了啊 都开到你这么久了 你是不是得报答我一下 怎么报答 咱买游戏 哥 我真忙着呢 你自己玩去吧 这热水说没就没 这什么破旅馆呢 我去找他们去 算了吧 破旅馆不就是这样的吗 谁让你那么冲动 说搬出来就搬出来 请进 这是 这里面都是喜剧电影 我看都是网上推荐的 我就整理出来了 你留着慢慢看吧 谢谢 这个是面膜 你前几天不是跟我说 让我多蜂面膜吗 我就去网上买了 然后我看网上写的 买得多就会便宜 我就给你也带了两盒 我这几天副面膜 面膜真的很有效果 我皮肤也不干了 黑眼圈也好了 你如果用完了你告诉我 我过几天再给你带 希希 我真的没有别的意思 我就是希望你开心 我帮你把东西放到这儿 那如果没别的事的话 我就先走了 晚安 好 这儿啊 这儿 你轻一点 我还没使劲一点 你忍着点 你谁呀 来啦 谁呀 你 你谁呀 您好 你是姚家人的母亲吗 我是啊 你是 你是 我是程总的下属 叫我老娘就好 你来干什么 走走走 我一的腰 大哥的腰怎么了 扭了 行 你回去吧 大姐 您听我把话说完 程总呢 没有其他的意思 只是觉得 对不起你们俩 所以啊 希望你们在走的之前 他能再静一下地主之仪 怎么进 我们是不可能再回到他酒店的 您误会了 程总啊 已经为你们订了新的酒店 车也在外面配好了 如果你们愿意谅解的话 就接受他的歉意吧 这个大哥的腰扭得严重不严重啊 我认识一位正骨大师 一会儿请那个人到酒店来按一按 这人哪 有病就得治 要不然 容易老下变根哪 这既然 陈建业那么有诚意 那我们就 我们就接受他的歉意 喂 希希 我到了 我们也到了 我们在107呢 赶快来吧 行 我这个来啊 到哪儿了呢 门口呢 饿死了 来 希希 你来了 希希 我还以为就咱俩聚会呢 我不是你闺蜜啊 我听出来了 你这话就是嫌弃我的呗 就嫌你 怎么着 希姐 你赶紧过来坐吧 狂吼最近天天欺负我 你赶紧管管他 放心吧 看我一会儿怎么收拾他 好 同志们 我今天叫大家来呢 是有一件事要宣布 我已经决定 尽快和杨晨光办离婚手续 开始全新的生活 好事啊 该庆祝 对 庆祝希希走出爱情的坟墓 重见天日 孔浩 怎么什么好话 带你嘴里都这么难听啊 意思到了就行了呗 来来来 走一个 说到杨晨光这渣男 我就生气 就想踹他几脚 行了 欣欣 咱们犯不着跟他那有人置气 我现在就想着 赶紧把离婚证领了 从此之后跟他再无瓜葛 看来 希希你这真走出来了 这俗话说得好 爱在对立面呢 那不是恨 而是不在乎 我 我这两天一直在反思一个问题 为什么我明知道杨晨光他这个人不可靠 我还是愿意一次又一次地给他机会 一次又一次地原谅他 甚至选择和他结婚 其实我在乎的不是杨晨光这个人 而是我和他这么多年的感情 哪怕我知道我和他结婚是一个坑 但如果我不自己跳下去看一看 我总觉着不甘心 我总想着 要是他能改呢 要是我们还能回到从前呢 那该多好啊 经过这段感情之后呢 我明白了 我之所以一而再再而三地 掉进杨晨光的甜言蜜语里 是因为我一直习惯性地依赖他 一直在经济上不能独立 虽然我也有过短暂的工作吧 但那个时候我还没有从意识上真正的觉醒 所以 从现在起 我将不再是一个依靠男人的小女人 我将独立自主 过我自己想过的生活 说得好 那咱们为西西的这个独立宣言 做一个 来 来 做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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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了啊 干了啊 同志们 开饭没 开饭 来 开饭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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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宝 今儿多吃点 对对对 就哪儿 就哪儿 舒服 舒服 享受的呀 专业的给你按得舒服吧 有钱人真会享受生活呀 来 来 九条 糊了 又糊了 怎么样 五边 糊了 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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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糊了 好好好 再一个 再一个 字幕 糊了 字幕糊了 糊了 糊了 那有糊了 那 那面还有好几家呢 那个上面还有 我刚才把这张鞋好看吧 那我最喜欢的款 还有一个鞋 在那边吧 不对 你刚才看的 是那边 这哪边都不清晰 这老何子 管他哪家 那就上那家吧 我就喜欢那双鞋了 要不再给你买两套男装吧 是吧 我看那边是不是上新款了 可以 咱们再去看看吧 这样 我带你们去化妆品看看吧 好好好 我正好现在应该买点面膜吧 走走走走 走走 这个口红 这个眼影 这个套 这个套盒 这个香水 还有这个这个这个 我中药 小姐 打包 快点 还满意吧 挺好的 我们再上楼下看是吧 对 看那边